白話金瓶梅 第七回 血展獅子流 武蟲打死西門慶 文豪 我們看看就是 終於 冠金蓮就教了進西門府 原因是因為 他收到封信 說武蟲回來了 結果武蟲就回來了 在回來之前 潘金蓮就趕快和西門慶結為夫婦 做了西門慶的第五房妾事 那時小潘心滿意足 施展從前在兩個大戶家中學討的各種手段 一意地小心奉承 於是在床上之士又很開放 使得西門非常有慶祭 一年在他的房間內 卸了五六天 他換了新環境 自然就要學得變通 知道這個虎堤裡 哪個是地位最重要 所以每一天早晨 一早就去五月糧的房中 凡事不拿強拿 不動強動 一口一聲只叫大量 又把小義貼戀幾次 把月糧起得沒有腳處 非常之拖大腳 主於二房的李嬌兒和四房的孫雪娥 就沒有什麼存在感 我們知道三房那個 亦都發覺自己嫁過來都不夠兩個月 西門慶已經娶了兩個女人 明白自己當初的選擇 真是錯了 她新來聰明 短時間已經看透了西門慶 對她本來沒有什麼特別感情 現在越來越無所謂 所以覺得非常清淡 一來潘金年 約成為西門慶最寵愛的女人 在西門府整天歡聲笑語 活得倒是如魚如水 潘金年過得痛快 但有些人不痛快 不但不痛快 簡直是忍不忍無可忍 這個就是打虎英雄武總 終於武總回來了 她當初走的時候 跟武大說 多就是兩三個月 少就是一個月回來 結果去的時候是二月 回來的時候是八月 過了六個月 到底為什麼過那麼久 我們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現在過了六個月 而武大的百日忌日也過了 計計日子 如果武總按照自己本來的日子回來 武大郎還是活著 可能不用死了 西市如此無常 當武寵 再走進自己哥哥家裡時 已經人去流空 很漂亮的嫂子 已經成為別人的新娘 從小痛愛她的哥哥 也只剩下一個牌位 這個變故 這個變故 武大怎麼引得起呢 她問一問 武大的女兒 盈兒 盈兒 就唯唯唯落落 什麼都說不出來 她問王婆 她說 武大害了心痛病 救治不及一時死了 什麼 人憂 但直和福 之類的 無常話 武寵 我當然不信 想打聽一下 數數到底嫁給誰 王婆不肯說 王婆當然不肯說 晚上 沒有想我發出過夢 就發覺 武大 七孔流血 來呼冤 叫兄弟救她 一覺紮醒 原來是夢 但第二天 她繼續打聽 問你問你 人人都不知道 到頭來 就是 李筆如蜜 有人說 李筆如蜜蜜 在院前 賣你那個 君哥 和問五座 阿九 阿九找不到 不知道她在哪 但君哥找到 找到君哥之後 這小猴子 當然不肯說 直至有銀 所以終於用了五六兩銀子之後 將這件事原本本 就告訴武寵 總之 怎樣 他和 君仔 和 武大 去捉姦 武大 為何被打 幾天之後死了 死狀很淒慘 外面傳聞 就是 有 吃了 披霜的症狀 三天 就去 城外燒了 前幾天 西門兄 一頂小繳 將 潘金蓮 接了過去 這件事聽到之後 武寵自然 露火衝天 不過 他不是那麼魯莽 找人寫了狀字 然後 拘捕小猴子 去做證 告到他 知縣面前 問題 知縣和西門兄之間 有不少來往 一見到仁知者 已經不開心了 我就和武寵哥 你也是做刀頭的 為何 這麼不懂法道 你說西門兄和 潘氏 有奸情 又不是捉到奸 你捉不到 你說沒有帶他們 被所害 只是聽這個小孩說 那你是想獲 無過人家 這是不是無稽之談 武寵就著心請求 不如叫西門兄和潘金蓮和王婆 當堂對證 自然可以找到證據 怎麼可以 知縣和西門兄一向都有來往 平時也有不少好處給他 怎麼肯聽 那邊西門兄知道 連網找人花些錢 那邊在官府上 上上下下 都打點了一片 到武寵再來要求的時候 知縣就 臉都變了 罵了一輪 趕他出去 看到 官府對西門兄的勾結 看樣子 對報哥哥的仇 沒得報了 他撕了一張狀子 就直奔去西門兄的山材 山材藥舖 藥舖 藥舖 舖裡面 那些伙計被他一手撿出來 問西門兄去哪 開始有點衝動 那這些伙計 誰撐得住 他是獅子樓 實際上西門兄也是獅子樓上面 他正在為了這個官司 找了一個做遞 叫做李愛傳的 二樓瓦座上面 叫他走 拿了五兩錢出來 剛剛遞了一個去 在窗口 嘩 沒有衝 正在氣衝衝地衝過來 知道有問題了 所以留下這個李愛傳 就說 我有點事 我人急 先走 就馬上離開 就不敢走樓梯 在後面 就在屋簷下面 跳了去 結果就跳了下去 就走到人家的茅氏旁邊 嚇倒了一個在茅氏裡面的丫頭 連她的褲子都拉不切 就馬上離開 另一邊就沒有衝衝進來 那些伙計說 西門大官人在二樓 於是沒有衝衝大大步 這份樓不走上去 衝進去 咦 房裡沒有西門兄 只有李愛傳和兩個陪走的妓女 於是怒火衝天 一手撿起李愛傳的心口 你這句話 告訴我 西門兄他去了哪裡 快點說 要不然我一拳打你 當然 李愛傳被嚇到呆了 見他怒目懸憎 兇臣惡殺 哪說話出來 他見他不說 一腳踢了那張桌 打爛了東西 李愛傳見到細色不對 趁快鎮折 就要向外走 結果一手扯回頭 一拳打到他臉上 哎呀 李愛傳真慘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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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兄剛剛樓下逃走 那時沒有衝衝 怎能引得住手 一手把李玄愛拿起 就在窗外一扔 扔了樓下 由二樓扔到樓下 已經牙拳了 再扔到樓下 跌到街中間心 找不到西門慶 走出來見到李玄尊仲在 以為他繼續說謊 於是二樓一躍而下 然後兜朗 兩腳 李玄尊仲 就斷氣死了 衝動 非常衝動 於是地方寶甲馬馬來 不敢捉他 但沒有他猶豫 我本來要打西門慶 誰知這個人騙我 我覺得他應該和西門慶在一起 撞到我手 是該死 這樣就該死 也算有點義氣 不逃走 跟著這輩子去衙門投案 整個青河縣已經到處傳聞 武捕頭在獅子樓打死仇人西門慶 這是傳說 石上打死仇人不是西門慶 是李外傳 因此 當西門慶回到家 何時 家人就向他報告 武捕頭打死仇人 不是你 是李外傳 已經去衙門投案 你還不死 西門慶 文言大喜 立即去後院 告訴潘金慶 潘金慶 就告訴他 你洗些銀兩 打碟打碟 這次一定要 武捕頭 就是 撞到他 沒有了 因此 西門慶立即送了一份厚禮 給資遠 叫他不要輕饒武捕 有錢送到了 之餘怎會記得 武捕曾經 打虎英雄幫他 剛剛去完東京辦事回來 略異話不說 立即將生生猛猛的漢子打到血仁一樣 又帶了重家打入死爐 第一 又寫了武捕的罪狀 就對西門慶這件事一字不提 即是說武捕和李愛傳有債無糾紛 兩人相鬥 被武捕當街打死等等 就遞上去上面 請東平府判武捕死罪 原來清河縣的資遠 就不夠權力直接判武捕死罪 所以這個案情就需要一章 寫清清楚楚 然後連同犯人證物 撼上去東平府判決 東平府官員並不糊塗 打聽了武捕殺人的確有冤情 死罪輕判 臉上刺兩行 今次將他與院發配到兩千里外的孟州奴城去 因此武捕終於逃出一命 這個仲下了以後幾年之後 他回來後為兄長報仇 這件事容後再和大家慢慢說 是否善惡到頭中有報呢 這本書本身雖然有一句說話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但是他本身不是一個有神論的書 所以有些好人就不會有善報 有些惡人也未必有惡報 這個下回分解了 說到這裏之後 可以說水壺時代過了 即是說 故事開始走自己的路線 不再走前面有武捕打呼 水壺專抽出來的資料 而進入了下一個 這個作者叫做西門慶時代 說說現在西門慶和妻妻妾妾妾的屋內的生活 這會說到將來西門慶死後 才有個後西門慶時代 即是換句說話 這一張可以說是金瓶梅裏跟水壺專有關的事 去到最後 但是在這裏有個復筆 武捕是沒有死的 西門慶也不是被武捕打死的 武捕打死了另外的人 現在發配到外面 幾年後會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再說了 目前來說 肉之口是如何 入了西門慶時代之後 金瓶梅會怎樣發展呢 那就是下集跟大家再分析